这些五颜六色的树枝是制作人工宝石的特殊材料 原本毫无价值的树枝 在经过高难度的加工后 就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珍贵宝石 首先工人将修剪好的树枝 放进一台喷砂机 里面的铁砂会去掉树皮和树叶 半小时后 出来的这些光秃秃的树枝 会被工人捆在一起 接着将扎捆好的树枝 放进真空染色室中 真空是会将树枝内的空气抽出 在真空压力下的树枝会慢慢的吸收染料 让颜色完全渗透进去 然后将染了色的树枝拆开 再把不同颜色且粗细不一的树枝混合在一起 这样制作出来的宝石纹路 才会更加好看 接下来将重新扎捆好的树枝 浸泡在还养树枝中两分钟 确保树枝能充分吸收 再将其放在架子上滤出多余的还养树枝 随后将树枝放进一个拇子 压制机慢慢将拇子合下来 并施加80吨重的压力挤压一分钟 工人将拇子从压制机中取出后 再放进烤箱烘烤50分钟 让还养树枝完全硬化 此时的树枝就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 从模子中取出硬化后的树枝 再用带具将粗糙的边缘切掉 根据制作不同的珠宝形状 它们会被切成不同厚度的切片 接着用电脑控制的裁切机 将宝石的形状裁切出来 裁切完成后工人取出宝石 再用带式沙漠机 将宝石的表面磨屏抛光 随后涂上四层透明的亮光漆 让宝石更显色 同时也能保护树枝 最后将宝石粘在纸环上 或挂在项链上 一颗独一无二的树枝宝石 就制作完成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